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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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带有上世纪初欧美流行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影子 古色古香的茶室内挂有不少中国字画墨宝 其中就有包括张大千 黄永裕 任博年的真迹 而这些墨宝大部分是文人墨客常来茶室品茶 与老板关系好慷慨留下的都包含了大师们对鹿语茶室的情节 鹿语茶室里大部分家具都是有八十年历史的木制品 门口的招牌 茶室内的柜台 屏风 算盘等都古异盎然 茶圣鹿语对茶研究颇有心得 且著有世界首部茶学专著《茶经》 历代茶叶 唐家尊之为鼻祖 所以茶室取名为鹿语茶室 二楼还摆放着鹿语的雕像 茶室共有三层楼 一楼为散客接待区 二三楼则为团体定位区 不想被打扰的客人也可以在此另辟房间谈试 鹿语茶室既然以茶圣为名 茶叶自然是招牌 所以无论茶水还是点心 自然价格不菲 当然茶叶绝对是好茶 福尔 香片 铁观音等都有供应 而在一楼也设有茶叶陈列柜 让顾客直观看到茶叶的质量和品类 在茶室可以品尝到最特别的点心 像滑稽球大包 虾仁鲜河饭 云腿淋鱼饺 都是非常难得的小品美食 绝对是鹿语茶室的一绝 鹿语茶室还保持了几十年传统味道的手工点心 每一款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并且坚持用新鲜食材 不用冷冻货 坚持手工制作 不用机器代替 如今实在难得 还保留着上世纪流行自广州的星期每点制 意思就是点心单每周一换 有的点心还会根据不同季节出现 招牌的传统点心会一直供应 部分点心会根据时间季节更替 菜单是白纸红字薄薄三十二刊小纸一张 中间打孔 用绳子拴起成一叠 在拴枝铅笔 由客人自己在菜单上点单 而且人采用传统的油印纸印刷 连牙签筷子也套在特制的纸包里 封套上的印着地址和电话 等于是陆语茶室的名片 外国客人丰丰收藏 陆语茶室里面的工作人员 都是青衣色的男伙计 也都是在五十开外的年纪 身着白色短卦 玄色长裤 神情里一丝若有似无的高傲 对着深刻不卑不亢 礼貌到位 如是老顾客就很家常 彼此打着招呼 熟乐热情 透着一股见过世面的老店名店应有的风范 一份报纸一中茶 两龙点心 老熟客们就可在陆语茶室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饮食选择越来越丰富 世界各地的美食都可以在香港品尝到 而始终守候在中环 见证历史 陪伴香港历经八十五年风雨的陆语茶室 却坚持不变 这种传承 不仅是体现在沿用开店至今的家具和装潢 还包括在这里做了半辈子的员工 经典的传统手工点心 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到陆语茶室饮茶的茶客 这样的坚守 或许是一份送给现代人弥足珍贵的礼物 通过对陆语茶室的学习 我们要明白陆语茶室的坚守 传递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杯茶 更重要的是茶文化的坚持 与热忱和对经营之道的核心价值的坚守 课后 请您查阅相关资料 思考 创办于1933年的陆语茶室 在香港为什么有着富贵饭堂之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